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不是太过于紧张了 我觉得电视上人家都回答了挺轻松的 感觉这个流程会特别的简单 但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确实会紧张 别紧张 别紧张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最坏的情况会怎样 可能我就是这样回去 然后自己再去企业家头简历再重新找工作 所以说其实最坏也顶多就是没找到工作 是的 所以说这一次机会我要好好把握 所以你真的不用再紧张了 对不对 是的 王莫菲 你始终强调你是一个特别爱美术的女孩 所以你从事美术类的一些学习和工作 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的呢 从小学的时候妈就给我报美术班 然后培养美术兴趣 但是可能也是资金的问题 然后有中断 家庭经济情况不好是吗 是的 家庭经济情况不好 父母的话都是在外面做那种 物工什么的 对 就是比较困难的那种 然后跟家里人沟通交流都是很少的 然后在初中的时候 专业课当时不是很好 然后我需要凭借美术这个方面 刚好我喜欢美术 所以说我就用自己攒的钱去报名 学习这个美术专业 然后我还是挺给家里人争气的 给自己争气的 然后我就靠了这个美术 我考上了高中 然后又凭借了这个美术基础 又考上了大学 来 说说你在美术方面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成绩 有参加过全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 然后我当时有做了七套作品 其中有三套作品 获得了就是大赛的三等奖 给我们带过来了 这个我没有来展示 对 因为我觉得 你不奇怪了 你最骄傲的作品 为什么不给我们看呢 因为是三等奖 当时学校不是太重视 但是我本人的话是比较重视的 我做 你先笑点 笑点 笑点 为什么学校不太重视 那一届的时候好像 我会不会说话使我 确实 确实学校不是很重视 获得这个三等奖 是我自己查出来的 然后我也没有拿到奖状 没有拿到任何的那种展示 那种激励我 那种表扬那种内心 一不小心说出了实话 没事 没事 真是一个单纯的孩子 你现在还紧张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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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其实刚开始 我有想是 58同城和猎屏 也就是与互联网 十分相关的 并且有做软件的产品 比如猎屏的话 它就有一个猎屏的APP 像58同城 也有58同城 它的那个APP是有产品的 所以说这两个公司 我可能在产品上面 我了解了比较多一点 企业家们应该拿到了 我那一张 我那张彩音的作品 其实它就是 一款养生软件 是我在大学期间 做历史 经历时间最久的一个 用了一年的时间 我稍微想问一下 上面这个小图标 是你找的素材 还是你画的 小图标也是我自己绘制的 所有上面都 这个完完全全是自己原创的 这很不错 那如果手绘的话 还挺好用的 这个帅哥是谁呀 好帅呀 这不是我吗 你出去 是潮溪吗 涂老师嘛 你怎么可以这么帅 知道 我当然知道 这是名蒙好池 在准备节目之前 我又画了一些手绘 然后在画涂老师的时候 可能画了身和好 但我对初一 对土地老师的尊重 我又换了一种形式 把土地老师给表现了出来 这张照片显得突然超 何外可亲 其实我在手绘上的时候 对土地老师画了更可爱的一些 所以说我觉得 我发现最可爱的就是自嗨 是 一会儿才艺展示的时候 请各位其他家来看一看 谢谢你的这个作品 您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是五千 五千 没有低于限制 我还是喜欢 在一线城市闯一闯试试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累 发展灯 谢谢 天生 我有才艺 带来什么才艺啊 对我有作品似的 哇好用心啊 不知道企业家是否都能看出来 我画的东西 上面是彩色的话 我是用了一个多一点 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 就是因为用彩线涂色的话 会时间久一点 但在我起行是只用了三十分钟 我上来看一眼 实在看不清 陈步恒看出来了 这是土老师 对 那这个 徐磊 徐磊吗 对 徐磊 陈薇我看过 这个 你自个儿 是谁 这个赵总 是谁啊 小叶 我 我觉得跟小叶啊 我以为是曹 这是马瑞 马瑞 马瑞 不合 这个是断 断总吧 是 五八段总 这是宋丹丹 五八段总也是我一个意思 这个是那个有道的那个 不是 东百安 东百 对 少年得到吗 这个发肌线真的特点抓得很准 这个还挺像 这个有点像日本浪人 这个是谁啊 最后那个 这是他 我画的确实不是很 谁啊 宋浩阳 李浩 哎呦 李浩阳 我画年轻了 我画年轻了 对 你得给他加点胡子 姑娘有一点画的不错 就是唯一我觉得不满意的 就是李浩阳 把李浩阳画得像我一样帅 为什么没画潮汐啊 找不到他的照片 因为我在来之前 我不知道都有哪些企业家在 所以说我对 平时节目的熟悉程度来画的这些 没事 有些人不值得画 冬飞 在所有画的人里边 你觉得你最了解哪位企业家 了解最多是松鼠AI的 利总是吧 对 利总 不是 你是记不住我的姓吗 可能还是稍稍有一点 我觉得他是有点不好意思 不是记不住你知道吗 是这种少女感的那种 送出来利总 我现在记住了 我以后也能记住一个 对 而且你把李浩阳画得这么帅 你不知道在台上 我会引起反感吗 你反感重要吗 这个好奇怪 如果我画您的话 您一定会更是爱的 谢谢 孟非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可能算是 设计类的同行 所以我大概的冒昧地说一下 你的这个手绘作品 那我觉得手绘作品是帮助你去了解 世界和认识美的 但是它可能不能以你的手绘作品 来为你加分 那我能理解 起码你是七年的时间 在金银在这个 起码是专业创作 你是有这个背景的 那如果画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手绘 你可以要考虑是不是可以放弃了 那唯一呢 我觉得你的亮点是 你的上面小图标都是自己画的 那你如果以五千块钱的 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能自己去画图标来做UI的话 是非常超值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多多关注 就是那个手绘版的创作 那个创作做爱好就好了 其实我画的不是很好 也是有那么一点的原因 因为我有四年 真的没有去动手续画了 我一直在动电脑 就是用手绘版来做 那些设计类的东西 其实说到这一点的梦飞 咱就别说了 你既然拿上来 就一定要拿自己最好的 不要拿上来之后 再去解释我四年没画 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好 来来来来 我们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如何看待2020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中 显示93%的毕业生表示愿意加班 我挺就是挺不喜欢加班的 但其实也不能说我不喜欢加班 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定的激励 让我来加班的 可以有薪资或者其他方面的鼓励 或者比如表扬一类的也行 现在你看你说你是不愿意加班的 但是你看市面上跟你一样 要并且毕业生的孩子 他们都是有93%是愿意加班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 会不会受了有一点违心 才愿意加班 小孟飞 你的这个专业是设计 如果你到专业的设计公司 你知道他们那种加班有多两三点 经常经常的 每天早上开始太阳升起来 真的是呀 其实我加班是没问题的 我愿意去 但是我觉得我要做 我就是喜欢做的东西 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我愿意付出了努力 你就是公司让你做一件事 不是你喜欢的 就是公司给你派的任务 然后又紧急就让你加班 你说你可怎么办呀 但是本职工作 我是一定要把 我需要做的东西给做完 才能回去 就专业一些吧 就是既然我们要到职场了 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 不是学生了 不能靠着自己的兴趣来做了 别人给你激励 是不是最重要的 是你自己对自己要有激励 对对对 你要主动去做事情 所以说来这里的目标 还是比较明确的 我要做的是UI设计 这方面是我特别喜欢的 而且大学四年里面 我一直在努力追求的这么一个行业 然后我 不如这场之后 我肯定会 更加努力的 是加班 没问题 我说就是在跟孟非了解 说这么多话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像一个 做绘画的人的性格 我发现身边那些 做绘画设计的这样的一些人 说话稍微会慢条思理一些 你总是赶着赶飞机 是不自信还是紧张 对自己在社交方面 是有一点不自信 是有很多的 其实孟非我刚才特别想跟你聊这个话题 你知道一个设计师啊 你首先要对你的专业自信啊 然后对你的想法和创意自信 还有你要面临很多指点江山的神 在背后说要怎么怎么怎么设计 我觉得你可能还不会被人家给欺负死呀 今天让你干什么 就好好好 就蓝蓝你会觉得他就不太像设计吗 设计师也好 艺术家也好 就他必须得有他自己非常坚持的东西 当然可以妥协啊 因为我们商业化的不是说纯艺术的 但你的这种被人欺负的感觉 我觉得你未来在工作里可能会很难 我现在社交上面是没有自信 但是我对专业 我自己的专业能力还是有一定自信的 这位选手的话呢 让我稍微有点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说实话我有点意外 但是如果真的要找原因的话 其实也算是能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身上学生气太重了 作为一个学生来说 你拿出那些作品让大家一笑 没问题 但在职场上你拿出那些作品来的话 就代表了你的职业水平 我们是要付钱给你这些作品的 其实你一直在强调你想做UI 那以你的功底包括你的作品 坦率说以你的一些基础功务 你做一些平面的设计 包括去一些电商等等 他们其实有很多这种的 大量的出平面搞的需求的 其实这一类工作也许更适合你 所以你不用在意说 台上这十个人把你灯灭了 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 设计是永远需要的 所以还看你自己的选择吧 孟非 谢谢你 再见